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布了一份7页的调查报告 证实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 用坦克向黎巴嫩的一群清晰可识别的记者发射了两枚120毫米炮弹 导致路透社记者阿卜杜拉死亡 并伤害了其他6名在场记者 该报告指出 在以色列坦克开火攻击记者的40分钟前 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并未发生任何交火事件 据评估 事件发生时 蓝线附近并未发生交火 对记者的攻击原因尚不明确 报告引述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指出向平民 特别是清晰可识别的记者开火 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迪纳尔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对任何无辜受害者表示遗憾 并且绝不会故意向包括记者在内的平民开火 他还强调 以色列国防军认为新闻自由至关重要 同时也清楚战区的危险性 迪纳尔表示 以色列参谋本部负责审查异常事件的事实调查和评估机制 将继续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据以色列国防军网站称 事实调查小组将向以色列军法部门提交审查意见 由该部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刑事调查 联合国发言人证实 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已经与各方分享 并重申 所有行动者都应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 包括记者在内的平民永远不应成为攻击目标 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必须得到保护